嗯 这是 果冻在我手上 想要他活命 一个人来 鹿花池 可恶 他居然敢抓果冻 没完没了了 我们这次肯定有做准备 不行 不管这么多了 就果冻邀请 哟 真的一个人来呢 把他放了 别急啊 我们还没玩够呢 你说 我们要把他丢进的鹿花池 会发生什么 他当然不知道了 这鹿花池啊 可是我们要做魂归之处 只要触碰到这池水 就会被池水吞噬 触碰过池水的人 我生还的可能 从不至今 无意外 够了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怎么样 哈哈哈哈 小子 变得到本少主的 在这妖剑 就没人敢武力我 我要让你知道武力我的代价 把他丢下去 是 少主 不 等一下 你告诉我 我刀条怎么做 你才能放过他 可以啊 将你跪下来 然后叫我一声爷爷 我就放过你 爷爷 大声点 听不见 爷爷 哎 乖顺 不过你抖到我呢 怎么会这么轻易帮过你呢 是吧 鱼儿 是 鬼 不 不 不 哈哈 好玩 好玩 太好玩了 小子怎么样 是不是很痛苦啊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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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饶恕 啊 小子 不对劲啊 他好像 其他的魂力 在帮长啊 怕什么 非妖族 在路滑池的修为 会被压制 他今天 是水路一条 这是什么 嗯 这是 门龙觉醒 这小子 怎么会突然觉醒了 出来看看 虽然把果顿丢进入滑池 那你妹给我下去吧 调整太嚣张了 混少主可不是吓大的 是吗 这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一点魂力都使用不了 难道 这是龙神觉醒 据说真正觉醒的龙神 能耗灵万兽 所有妖族兽族 都得替他掉钱 可恶 龙神又怎么样 今天 也得死在这 龙神的龙望 啊 不好 这一招是精神攻击 你怎么让 他的大脑居然被 搅乱了 哪怕血来也会失忆 成为一个废物 太可怕了 我说了 你就搬过 我吧 你就搬我吧 放过你 果冬他会回来吗 你们陪着果冬一起吧 龙神暴冲 啊 果冬 不 你肯定不会有事的 肯定还有办法救你 我 我去找妖皇 这小子 被龙神觉醒了 可惜不稳定 如今他杀了 妖族少主 看来有些麻烦啊 什么 少主死了 究竟是谁干的 听说是妖皇的 清传弟子 最近才来当人见的 不管是谁的 清传弟子 杀了我 我要让他偿命 哦 这么弱 居然能杀我 你怎么可能 有这种能力 小子 不管你用了 什么办法杀了我 今天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 身不如死 就转雷神觉 居然是 是阵上 这会召唤脚刀神的 只要被批送一次 非死即惨 小子 受辞吧 闹够了吧 妖皇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看看吧 你说 我们要把他丢进的 陆花池 会发生什么 可以啊 将你跪下来 然后 叫我一群爷爷 我就帮助你 是你儿 招了人家 再说 我们妖族 直立为尊 他死 只能怪他 几乎如人 作为长辈 几乎年轻人 你觉得丢人吗 难难妖皇今天是帮这小子帮定了 正是 他是我的人 请 二长老 难道我们就这样算了吗 算了 妖皇想要帮他是吧 那总有帮不到的时候吧 二长老的意思是 拿这小子死定了